各位朋友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就站這個位置就是保月路和工業大道 這個十條路口 對面有一個油站 我記憶中都很長時間了 名字應該改了 以前是中石化還是什麼 現在叫做如約加油 變成是廣州公交集團零下的一個加油站 現在的油就貴了 這個加油站92、95直接下降六毫子 其實現在很多油站都搞一些促銷的 最多都是降五毫、六毫子 95毫子我記得現在都要八、六毫子 這條保月路就是因為它 就是將工業大道和補光大道連在一起 所以政府建了一個名字叫保月路 這條保月路就是 以前一直都是廣州、宵夜、飲食比較旺的一條街 因為這些餐飲店換了很多老闆 現在又變了另外的名字 最早就記得這個位置下石 前方小龍蝦這裡是一個汽車維修、保養、洗車的服務中心 經常都變的 現在的檔口 左手邊這裡有一條行走進去 就是鳳凰新村 這些樓的外牆都粉色翻新過 這條行走進去 還有一間家宴走廊 哇 這個美女養了幾隻狗 這條小路 這條馬路又是一個小小的斜角位 在保月路進來鳳凰新村的其中一條小路 橫路 我這邊走回了又是保月路的 如果開車的司機大哥應該都知道的 這條路是一條捷徑 這些店舖面 那些招牌全部換過新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些叫做升級改造 統一的標準 統一的規格 但是我暫時工業大道 這個路口走進來 從西往東走過去 還不是見到很多的食檔 估計應該都沒有搞定的 因為對面那條橫路走進去 在沙園市場那邊本來很多的食檔 現在全部都拆掉了 還在搞工程 搞了成年都沒有搞好 搞好之後 能不能夠做回以前這麼出名的保月路吃街 要打個問號 對面就違背了一幫男人 不用說都是捉橫棋打牌 因為現在廣州很多的上了五六十歲 又沒有退休 但是又找不到工作做的 就算退休 又精力充沛的 精力旺程又想找工作做 找不到工作做的 很多都是在路邊這裏 縮一下橫棋打牌 開心一下過日子 很大班的 老城區是最多的了 這些街邊的打牌的 縮起的 這條保月路中間圍了鐵欄方 明顯好像這條路都窄了 舊時候避有圍欄的時候很方便 現在車多人多 多年都沒有走過來保月路這邊 真的變化得很緊的 那些 那些 舊時候那些食檔都還沒有搞好 對面有一路看過去 右邊那裏 哎 還在拆緊 怎樣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搞好 我看到前面很大的工地 這裏走進去 就是廣州人很熟悉的沙園市場 還有那些沙園居民社區 那裏有一路看過右手見那些 食檔橋全部拆掉 圍牆圍住了 裡面還有幾座五、六十五代那些蘇式建築 第幾座 那些是三層的 那舊陣子沙園、新村這邊 因為是工業區來的 有名叫的工業大道 所以這邊就是廣州比較早的一個工業區 所以裡面的樓都是很舊的 很多保留那種蘇式阿門頂那種建築物 寶月路其中一個路口 遠遠望到大工地就是這裏 以前的店舖、市場、餐廳 全部都拆了 拆了之後也有年多了 應該可能今天星期天休息 停工了 什麼時候搞好就不知道 本來這條街整條街 保業路食街就是以這裏為中心 很多食缸 現在路兩邊 街道的路面 店舖和店舖的招牌 就叫做攪好了 但是我都感覺不到 舊鎮時保業路飲食很繁華的氣氛 這個就是江南丸 現在舊鎮時的店舖全部都拆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興建就不知道 舊鎮時租多少錢就不知道 確不是沒有的 全片鎮時停工 因為今天有艘舊飯 還在西方相關 點擊 走出來好熱爐 這條爐兩片 舊時候的食檔全部拆掉 正在建新的建築物 都未建好 已經有一個江南民商招商中心 肯定是一路建一路招商 一路收錢 這條保爾路要等這裏 等這裏搞好之後 能不能夠回復舊鎮時那種繁榮景象 希望能夠 標語寫得很好聽 應該建好之後 應該叫做保業會 打造廣州美食社交新地標 期待有你過來買股投資 這句話我講的 我肯定是招商都是這樣的 北京建功 整條保爾路 這一刻還保留下來 舊鎮時一直都是做餐廳 對面有一間 其樂多 其樂多 是食琴渠比較出名的 很早 他自己寫的老字 從1994年開始 那時候食琴渠的其樂多 上面有一間德洛樓 一看這三個字 我就想起 舊鎮時戴馬來西亞的華僑 他們說客家話的 就叫什麼 跌落樓 跌落樓 客家話就叫跌落樓 我很深印象 現在還是叫德洛樓 不過現在不是做旅遊餐 應該是做省餐 這條保爾路的 這條不知是否叫馬沖 這條馬沖 海珠區這裏都很長 我知道從周頭咀那邊 一路繞著藍田路 工業大道 繞著海珠區一圈 這條馬沖 很漂亮 如果馬沖過來看 燈光更漂亮 馬沖旁邊有很多食檔 我看路牌這條叫華錦街 是 整條保爾路我從工業大道那邊 一路走過來補工路口 保留下來的就是對面 小小小間的 幾間食檔 奇樂多這些 我再往前走就是 江南西和島方大道的十字路口 現在江南西很旺 這條商戶街 其實那邊有很多食物 那邊有很多食杖 一秒、兩秒、三秒、四秒、五秒 這樣就搞定了 九十歲的食用 沒有文化就搞得到 不用文化,不用技術 這隻膠水 收水也不會掉 家裏有些皮鞋、布鞋、波鞋 路口那裏有個 廣發生一成 再往前走江南西 這個路口都有很多食檔 今天我過來補充拍攝的視頻分享 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和點贊 感謝大家的訂閱和觀看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